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歡迎收看房市關鍵報報 我是顏日文 馬上來帶您關心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今天的熱門關鍵字 交易衰退 全台雖然處在一個高房價的狀態下 但是受到通膨、升息、打炒房的影響 房市開始出現了降溫情形 其中六都就有22個行政區移轉動數下滑 一起來看最新概況 根據六都地震局公布的最新買賣移轉動數資料 2022年1月到7月的整體表現 比去年同期衰退了1.4% 其中就有22個行政區下滑超過兩成 減幅最多的是高雄市的橋頭區 直接少了七成 再來是台南市的新市區 還有新北市的櫻歌區 都下滑了五成多 永慶房務延展中心副理陳金平分析 盡情房市受到國際局勢 通膨、打炒房等影響 交易量能確實有放緩的現象 加上部分行政區房價漲幅實在過高 還有央行又實施升息 帶動房貸利率走高 加重了購物者的負擔 買氣才會因此下降 已經看不到過去追價搶購的情況 雖然買氣降溫 但是在這22個行政區裡面 只有兩個區域的房價有下滑 根據今年1到7月的資料顯示 只有台中的東區 還有台南的新營區 住宅均價有下跌的情況 台中市東區 平均房價為每平26萬元 年減了1.9% 台南市新營區 平均房價為每平14.9萬元 年減了2% 不過陳金平說明 雖然兩區的房價有走跌 但是下跌幅度都在2%以內 代表目前房價仍有支撐度 可是在其他行政區買氣降溫 交易量縮的情況下 房市回歸供需基本盤 因此房價是否有修正空間 有待當地市場接受度而定 今天的精神新聞 首先帶你看到的是 台北市公布最新一期的 買賣交易狀況 還有住宅價格指數 台北市地震局公布 111年5月台北市實價登陸交易件數 還有總額都比4月減幅兩成 觀察12個行政區 只有大同區的交易量有變多 比4月增加了1成8 而交易總額最大的也在大同區 增加了5成3 至於交易量還有總額減幅 最大的行政區都是中山區 分別減少了3成5跟5成9 而北市住宅價格指數 比4月下降了0.22% 來到了113.86 觀察各建物形態 除了大樓小漲以外 公寓還有小宅的房價 都有歇幅的下滑 社區型的大樓有電梯有管理員 生活非常的方便 那還有什麼細節是需要注意的呢 永慶房屋客法部經理成績先建議 民眾在下定簽約之前 不妨在社區內的公共空間多走多逛 他也整理出社區需要注意的五大雷區 包含社區公告欄不能不讀 管委會每季財報可以看出管委會的運作情形 另外除了管理員的配置 絕對不能少了安管設備 民眾還可以在社區附近繞一圈 來了解周遭民情 最近有不少民眾身上起了疹子 就有皮膚科醫生提醒要注意家中這些地方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心醫院區皮膚科主任表示 民眾會起診只是因為情蠻的關係 而情蠻臨床案例以五月為高峰 提醒民眾戶外篩衣一定要小心 他指出要擺脫情蠻的危害 最重要的是要防止鳥類在房子外棲息竹槽 特別是窗外、冷氣旁還有陽台 另外要盡量避免在戶外篩衣服 尤其是有鳥類出沒的地方 家中也要保持乾燥 使用空調及除濕機可以加速情蠻的死亡 今天的買房、賣房我想問 有網友提到預售屋交屋的問題 這名網友表示代銷說房子已經準備要拆陰價了 他想問這樣離交屋還有多少時間 有些網友指出要先確定建商取得使用執照的時間 才能判斷交屋的時間 不過有過來人分享至少都要再等半年以上才會有交屋的流程 依照內政部規定的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第15條第一項規定 賣方應於領得使用執照6個月以內通知買方進行交屋 但是如果當初簽訂內容的時候 所標示的時間是4個月 那賣方在取得使用執照4個月內 就要通知買方進行交屋流程的手續 想看更多相關新聞都可以點選下方資訊欄連結喔 感謝收看今天的房市關鍵報報 我們下次見